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北大年度收入85.76亿 上海交大 你看他们说理科 理工科比较强的 你看这个表现出 它的决算的值就高 118.94亿 然后上海交大的年度收入是80个亿 接下来复旦 你看 原来我们武汉大学也算是上亿俱乐部的 对吧 吉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中山大学 四山大学 这是高校2014的决算 但是我觉得这挺有意思 咱们可以比较一下 这个在第二张图表是什么呢 上海交大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 近日发布2015年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排名排了这个全球领先的500座 叫做研究研究型大学 你看这是前十名 前十名第一名是哈佛大学 就是研究型大学 这是根据就是世界大学学术排名 前十名里当然没有我们也是很正常的 牛津才排第十呢 当然它底下有个标注 你看到没有 清华大学 北京大学等四所中国高校 进入前150名 前150名就别说了呗 这个很有意思 你看在这个十个学校里有八个是美国的 两个是英国的 老牌资本主义 对吧 那剩下的咱们到150名 那肯定是离100名远着呢 大概在140几名那儿 这还是中国的大学的发布的数据 咱自个排 对 咱自个上海交大 我也不知道他怎么统计的 就是说 即便是100多名 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弄的 对 然后呢 我再给你看一个就有意思 就是说 当然有些人对这个排法有意见 说这个中国人现在难道就看钱了吗 看大学你都看钱 但是果真又有这么一个榜 说是哪个大学最能培养富豪 哪个大学培养出来的亿万富翁最多 这个考生家长很感兴趣 而且还有一个就说 你看这也有一个富豪校友 富豪校友统计 富豪是指什么标准 就是说亿万富翁吧 他是按照胡润富豪榜 什么福布斯富豪榜 就看你看清华大学 132个富豪 他们给按照给大学校友给大学捐钱啊 清华也是捐的最多的 将近14个亿 你看北大出来的是125个富豪 捐赠能力是超过20个亿 哎呦 北大还厉害呢 然后这个浙江大学 是85个呃 这个亿万富豪 呃 给捐赠了母校 这说明浙江大学培养出来的比较为富不原 是吧 还捐了6亿多 哎 就是据说我们五大是叫培养出来的低调富豪最多 因为呢 你看 从人数上讲 他才出了45个 就说明那个无名的富豪很多 嗯 因为什么呢 这些校友乔木生给我们母校捐赠了11.29亿啊 对 那你的数据上看 就是说武汉大学是浙江大学的富豪的一半 但捐钱是他的一倍 哎 对 对 算是比较大 对对 看来这三个榜 你们俩有什么感触 不是我三个榜 第一个榜 我就首先不明白 他要公布那些有什么意义吗 对社会上有什么意义 就他决算和他的收入 就是他一年收那么多钱 他这个收入是有什么收入 是怎么来的 是学费啊 还是他创收的 对 就是我不知道他有什么意义 这个这个 我表示有一点怀疑啊 为什么 因为他第一张榜单上啊 吉林大学太扎眼了 我前两年 我记得我还写过文章说 吉林大学欠钱 是吗 真的 对对对 我想想 你们还记得吗 就是有很多个大学欠钱 其中吉林大学 然后当地政府还想办法给他还钱 然后还拨给他一批土 拨给他土地 土地对 然后用土地去折算成你的资产 如果这样子说的话 我只要什么北京给北大一块地 或者是教育部哪儿给弄块地 那他就不赚大钱了吗 所以我吉林大学这事 你看他这说的啊 各高校收入的来源 主要是财政拨款收入和事业收入 此外捐赠收入也是来源之一 你这么就国家给他拨的钱 他可能扣出他的支出 这也算收入吧 然后呢 就是 如果他都是财政拨的钱 这没什么好评 对 他要是财政给的钱 他还出来说呢 就很不地道 就不厚道 不厚道 对不对 财政哪来的钱 是我们纳税人的给的钱 对不对 按理说你应该公布什么呢 公布你花财政拨的钱 都怎么花出去的 对 而且公布到非常细致 让我说就是每一分钱花出去 都得将社会交代在对 你弄这个 你太这个理想化了 我是公布到一块钱这么花就可以了 不要一分钱 我最近看了一篇文章啊 就是清华大学有个教授 叫施一公 这个这位学者啊 他也是个科学家 他是做生物的那个基因的 我听说他都有可能要得诺贝尔奖 就这个施一公 但是他讲的话啊 就是讲说中国大学的导向 他认为出了大问题 比方说他说咱们现在特别爱讲这个转化 好比说我这清华大学 我有什么科研成果 这个就是说 赶快能够转化成那个那个具体的产品 能够赚钱 他的意思就是说 大学干的就是学术研究 是基础学术研究 你有了研究 转化是自然而然的事 你不用眼睛老盯着那个怎么能变现 赶快 他说事实上你真正相比起来 我们大学 他就说中国 他有一个观点挺吸引我 他就说中国的这个真正的科技实力 科研这个创新 在国际上你根本排不上号 他说呢 有一次就是你看他这里边讲 他就他挺爱国 他说我在海外啊 有人给我讲中国坏话 我就去争取 然后他说呀 就说是这个有一位瑞典的知名教授 对我们国家的科技不屑一顾 这十一公就跟他抬杠 说我们国家都登月了 你们在哪待着呢 人家瑞典这个教授跟他说 说如果我们瑞典 有你们中国这个经济体量的话 我们已经送500个人上月球又回来了 所以他听着很羞愧 他的意思你看他说啊 我们啊老爱说我们是第一GDP啊 这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啊 他说请不要忘记啊 我们占的是经济体量的优势 1900年我们签订薪酬条约 赔款9亿8千万两白银的时候 中国的GDP也是世界第一 就他这个话讲的 所以他就觉得咱们这个大学 太急功近利 再有一个他不满意的就是叫 叫做就业指导教育 就是今天的大学啊 你看完全就是说告诉学生 你学什么能够帮助就业 大学就是一培训中心 你说把你培训能干活的 对 我们我们这个 你看那个研究成果你就知道哈 你现在不要说别的哈 基础科学 报名都成问题 没人学 我们知道的最后一波科学家 有理想的是 陈锦忠以后有一个叫杨乐 张广后 数学家那是给我们最后一个印象 我们小时候还看 不是小时候年轻的时候看的 还是哥德巴赫猜想呢 你今天把哥德巴赫猜想挂网上 你看有多少小孩能知道这什么 这什么意思 对吧 不知道 所以我们现在基础上没有人再去 包括出国 出国你去看 应用科学 就是应用学 能应用的 比如法律的 会计的 这个全是中国人 有的学校学建筑的 我一问说那个 80%都是中国 成绩最好的学生 往往都是经济管理 对对对 经济管理学 赚钱嘛 这施衣工就说 他说就是连我很想培养的 我很欣赏的我的学生 都跟我说 老师我要搞金融 是 没有人再有理想了 就是搞基础研究 所以为什么刚才那排名 咱排150名 那还自个儿排的呢 还自个儿完全加了加三 研究到这个位置上 你确实没有人去研究 你生活中看不到 你没有看到任何报道 你到国外 我到国外去 看到那个大学 一看那个凡是研究体系的 没有见不到中国人 对吧 我也要说了 你基础研究 即便是基础研究的人很多 我估计也做不出来 当然像思义工这种除外 我估计他在海外做的多 你比如说 中国以前的那个卫生部长 陈竹 他在国际 他在美国在国际上 做这个生物治疗 是很有名的 回来当官 当卫生部长 所以你说我们 像我们这儿 你要做基础研究 你得要申请经费 当然国外也申请经费 当然我们申请经费 你得符合上面的方向 或者你得符合 你得进那个小圈子 就那个审核的 就那几个老先生 你也知道 然后你必须要挤进去 那一审核 左审核 右审核之后 能够拿到钱的 都是那些人 所以你说 即便他现在 做基础研究人很多 我估计这样的体制下 能够做出来 也是凤毛麟角 现在已经在国际上 有名的做出来的 基本上 他是前半生在海外做的 那说起来很悲哀 但这是事实 但是实际上 我现在真觉得 这个过去咱们中国经济 一枝独秀 现在到了面临一个瓶颈 我就真的能意识到 确实你的大学导向 跟你这个国家经济转型 关系太大了 就是你根本上 你从宏观上讲 你说我要产业更新换代 产业转型 不就是科技实力吗 可是科技实力 就是跟你这个研究型的大学 你这个大学 有没有特别牛的这种成果 研究成果 这方面咱们就甭讲 咱们这大学就是说 就业率是衡量大学成绩 我们你看多少学生找着工作 这大学有成绩 可是你要照这个 现在这个像石一公这样的一些人 他就会觉得 你这个国家呀 这个真正的带来你的 这个源源不断的 这个源头动力的 实际上是你的基础学术研究 现在问题是出在这 你比如我给你举个例子 你就明白了 我有回去去到一个外省 咱们不说具体的吧 就参加一个活动 我去讲课 讲课呢 有一个人安全马后的 跑着一头的大汉 然后最后给了我一张名片 一看呢 是一个非常不知名 排卖公司的总经理 然后他在他名字后面 扩了一个湖上面写着博士 他不扩这湖就没后面的事 他一扩湖 我说你博士 你什么博士啊 我就好奇嘛 我就跟他聊天 他说他就特不好意思说 他说我是核物理博士 我当时就愣了 我觉得核物理博士 你再怎么着 你拿到这博士 让我们看着也是高山扬指的事 我说你那么伟大的一个事 你到这破拍卖行 干什么来呀 我问他 你知道他跟我怎么说的吗 他说 我说你都应该 你要是这博士 你应该到核物理所才对的吗 他说你知道我们的行业有多黑吗 他上来给我这么一句 我说有多黑啊 难道比拍卖还黑吗 他说 他说我们的行业特黑 都论自拍半 根本没法来什么就出来了 出来以后呢 隔了没几天 我在家里看新闻啊 看中央CCTV新闻 新闻里呢 意外的播了一条说 我们国家特别缺核物理人才 我说都在拍摊行的 都在拍摊行的 这个例子非常说明 中国的教育生态和人员的流失 非常说明 我当时就觉得特痛苦 怎么碰见的人全是这个 古安行那些静着人 我跟你说 古董行那些我经常跟人聊天嘛 一聊天 那天我又聊天碰见一人 小玩的 又爱不释手的 我说您这怎么老不在店里啊 他说我有工作呀 我说你什么工作 设客院呢 设客院 我说你设客院怎么会跑这开一点 副业呀 但是他副业上心 主业不上心 我说你为什么跑 他说那这养人呢 你听听 这都什么话呀 这都什么话 我的心里 我的心里很悲凉 这纳税人天天都养着他们 再来赚我们另一道钱 赚两道 对不对 相见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你看什么叫这个丧失这个纯真啊 我有一个感触 这个刘慈欣写的那个三体啊 这不是得了余果奖吗 我才开始看 你知道我一看啊 我就觉得就有一种久违了的东西 其实就是说 牛顿当年 他只是人类的本能啊 就是想搞清宇宙的奥秘 我记得我们在小的时候 还是有这种纯真的 你就看刘慈欣的三体啊 你就会看到 这个物理学的这个规律 能够主宰多大的宇宙 对吧 有没有可能是这个外星文明 在这个操纵着我们物理学的这个规律 你看上你觉得 哎呀 这种奇思妙想 其实我觉得 这就是最早你进行基础学术研究的 人类的动力 就不是学以致用的 不是致用的 我就是想搞清 不能用 不能变全吗 自然科学 我想搞清宇宙的真相 人文科学我想搞清人生的真相 我要打击你们 我要打击你们啊 就是说你们 太玩得太纯真了啊 我一定要把你们拉回到地球上 不是的 为什么这么说 你知道牛顿当过作弊局的局长了 这个英国那边的 就是说他他玩过金融的 而且他很懂 那么我再举一例子 伽利略我们大家都知道啊 就是这个 最早看月亮望远镜那个东西 你知道他为什么要做那个望远镜 然后详尽办法设计出来吗 他其实是为了看海 为什么要看海呢 要看远处的帆船 当时是大航海时代 要看远处帆船 为什么要看帆船呢 因为什么时候那个帆船过来 里面装了什么货物 有多少钱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东西 他看着看着 然后他再去看天空 发现他靠了这个东西 还真赚钱 但是他后来因为追求真理 所以进了前运了 是这样子 对 我的意思是说 他带来什么效益啊 不是你能想得到的 但是呢 我不知道中国大学应该怎么改 但是我认为最后的目的 大学就是干这个的 就是说啊 这个就为什么说神圣啊 就是说什么叫研究型的大学 就在这儿的一帮人 那都是探讨世界人生真相的人 他是这样的 这个事不是不能解决 能解决 因为我记得 那个就是深圳科技大的 那个朱青石教授 校长嘛 呼吁就是去行政化 你只要把大学的行政化去掉 就这大学校长 不是在什么部级干部 副部级干部 是派来的 您就是一所大学 这事就解决了 因为今天的这个就业率 是上面派下来的任务 您得告诉我 您那学生有多少 所以他就变得很功利 你觉得这个根啊 这个你看从五四以来 就老有人拿这个中华民族的民族性说事啊 我也很恍惚 你比如说咱们这个历史上也没多大搞这个抽象理论的 是不是中国人就有这么一种民性 就是喜欢建造力 就非常现实 非常务实 有这么一种特性 农耕民族本身特点就非常务化 就是你跟我说虚的 我不要 你给我拿实的 对 未来跟我换不了钱 对 现在经济的好处是未来可以换钱 我未来有一发展 我股票卖给你 我说股票今天不值这钱 你买是买我的未来 是 但你跟农耕民族不行 农耕民族说 你拿我钱 说这鸡 未来能孵小鸡 小鸡能宰肉鸡 肉鸡能开肯德鸡 这事跟我没关 我现在就是这鸡蛋 你给我多少钱 对 你后来的事跟我没关系 所以农耕民族就是物化心态 就是 所以中国人什么东西 就是给虚的 你比如参观博物馆 现在这两年看电影 还觉得能掏钱 过去看电影掏钱都痛苦 看眼睛里又没吃肚子里 是吧 中国人再没 吃肚子里是实在的 那么骂一句 你比如今天 你到这个餐馆 你点错一菜 说这菜30块钱 我点完了 吃一块 咸了不好吃扔了 他不难过 反正这东西端我钱都来了 可今儿 要是说 比如看一场演出 电影没看好 或者参观博物馆 这种不能拿走的东西 看眼里拔不出来的这东西吧 他骂 他觉得这东西不值 他就是物化心态 就是一定要看得见 广东人想利不道不为财 就是你们没让我把这钱 揣到口袋里 这就不算 跟我说的没用 所以我就说 你这大学 当然咱们就是这种 就是特别强调转化科技成果 其实人家这个十一工程说 主要是因为咱没什么科技成果 你这边说什么都老没转化 你没研究出什么来 你已经先想着 你很快你弄个什么科学理论 基础理论有个发明 咱怎么能转变成产品 那太远 你什么特近 特近就有人干 你现在就是 你比如现在就是上市这种事 大家都是觉得还比较近 万一明天上了市 那钱又拿回来了 如果你这个成果呢太远了 这成果可能未来具有商业价值 但这离我太远 所以中国人就不愿意 所以你看 有的时候 中国人就是要赶紧快 所以都是急功近利 反高的话一样 大家都觉得 死了才有钱 那算谁的呀 跟我没关系 对不对 对对 咱们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看这个十一公讲的 还有一段话讲的挺有意思 他说啊 创新人才的培养 跟咱们的文化氛围有关系 说我问大家一句 你们认为我们的文化鼓励创新吗 我觉得不鼓励 我们的文化鼓励枪打出头鸟 他就说 这个当很多人攻击我的时候 我觉得在中国 就是很多人在看笑话 然后当一个人想创新的时候 同样有这个问题 什么叫创新 创新就是做少数 就是有争议 科学和民主是两个概念 科学从来不看少数服从多数 所以他说科学上的创新 是需要勇气的 我觉得他这个话讲的很好 对科学创新和社会创新啊 他首先 因为我们今天天天提这个 商业模式创新各种创新 你只要创新 你就跟现有的制度 不管是制度还是潜规则发生冲突 你不冲突 你怎么创新呢 科技创新也是跟现有的秩序 发生冲突才能创新 但我们创新的就是 马上就有人来打你 这个打你 倒是民间的不可怕 顶多说你点坏话 泼你点污水 这都不可怕 可怕的是制度上来打你 你根本活不下去 我们为什么很难创新 是制度不让你通过 你不信咱们今天的很多 你比如我们随便讲一个 讲一个这个这个这个创新啊 经济学它就是最近这些年老忽悠的众筹 上了官方就给你一个词 你众筹和非法集资中间的界限在哪 你敢众筹吗 你超过这个界限 您就是进入犯罪的这个通道 那么这个界限它目前规定在众筹 不能超过200人好像 那200人那就是那叫什么众筹 叫有钱人的游戏 过去它众筹的概念是没钱人的游戏 所谓没钱就是小钱 我这项目我掏100块 如果赚了钱呢 我分150分200块 赚不了钱我扔了 我也扔了 这叫众筹 今天他说你进来就得拿100万 那这些人能众筹吗 我就有点一直没弄清 咱这种非法集资 好像这个老是有一些迷惑的地方 有的判了个死缓 好像还有很多人同情 有的都死掉了 这个不是很多人死掉了 是的 就是他当初要设立这个非法集资 主要是为了这个金融安全 为了保护银行的 我们说白了吧 因为你如果说超过200% 我们假设你是2万人或者3万人 然后呢你去众筹的话 这时候你就是感觉说是一个 跟稀儲就没区别了 就是我们一大帮人 然后你把钱给我 那我就相当于吸纳存款 那现在吸纳存款只有存款类金融机构能做 绝大部分是银行 你能够做 那么你如果说你是一般的人 一般的机构 然后你去超过200个人 他会发觉这个事很多 如果万一因为中国还有一点 就是骗太多了 很多人确实是骗子 咱也回过头来说 确实骗子 那么他去那个众筹了一把之后 回过头来拍拍屁股走人了 没了 就谁收拾这摊子 就有人要收拾这摊子 那么中国老百姓是不管的 基本上是我们所谓的公民 基本上去找政府去了 这也是现实 对不对 基本上就是你政府管不管 不管我就举个旗子 到你这个政府门口 我看你是你有时间 还是我有时间 你这样我突然想起来 你像股市现在如此 最后会不会闹到股民也跟政府这么闹 他就闹不了 你去的时候人告诉你股市有风险吗 第一句话就告诉你这句 股市现在稍微好一点 但中国政府我觉得是有点责任感 你觉得是不是 你的意思是股市赔了找政府 对 以前有的时候闹过 但是现在这两年好像是越来越 越明白了 越来越清楚了 股市亏了钱 还要去找政府闹 你想人家多有信用 谁说中国人没信用 他宁可跳楼他都不找政府 最近跳楼的哪去找政府了 说明很有信用 就中国人真是 就也有不愿天不愿地 对那一面 是吧 所以回过头来说 其实就是一码归一码 我们看刚才说那个大学那个事 其实我们看到的像国外很多都私立大学 第一名哈佛是私立的 对不对 他又没有政府拨款了 对 那人家钱从哪来呢 照样很有钱 一般来说的话 像这种 我这个大股东出钱 然后是我们的一个董事会 对不对 股东出钱 然后校友捐款 然后你看咱们的这个中国像那个潘石一 他们去捐了款 当时还引起挺大风波的 但是说明他是靠捐款的 然后有了一笔钱之后 然后像耶鲁 他很明确的 他的这个一个投资会是非常的牛的 也就是说他比一般的基金投资的回报率都要高 所以他他他就有这么一帮人愿意给 而且你说 我就觉得人家外国人还有我童年的那种纯真 就那天我看一个亿万富翁就挣够了钱 然后就说下半辈子他主要是寻找外星人 你知道吗 就是他拿他全部的钱 他搞清楚一个一个事情 是真的 对吧 像你说爱因斯坦有多少钱呢 没什么钱 也是当过一个什么小公务员 他就是爱琢磨 对 他主要是西方大学的这些捐款的人 很多人他都是有影响的 你看他捐款的人就知道 他是非常有影响的 对啊 不是像我们的 是什么事都要换钱的 我们现在捐东西是要换得另外一个利益的 就 所以咱们才叫商业民族 对 你比如有人突然冲出来要捐干什么 他一定是要有一个目的 所以中国的 接着为您播出健康新概念 卖的那么黑 对 要不然他抹不黑啊 对 你又不沾利益 对不对 你的账户是